換夫人來伺候老爺 對對對 類似這樣的一個道理 側臥室 或是女生坐在上面的姿勢 因為大部分都是女生在動 男生是屬於肌肉放鬆的狀態 這時候就可以延長他 興奮的一個時間 側臥室是女生 側塔然後像蝦子這樣子是不是 那男生是從後面 從後面往前 男生可以環抱著女生 也會有一些安全感 跟愛護的一個動作 重點是兩個人都平躺在床上 對 同時很舒服的享受 不然那個 always都是傳教士的話 排骨便當每天吃也會膩 而換一下雞腿便當的意思 是 沒錯 最近還蠻夯的 鷹精環 它也可以叫鎖精環 鷹精在軟掉的時候 先套好 等它勃起之後 你就把它想像成很像 我們手指套那個橡皮筋 套久了之後它是不是會充血 它就不會很快的回去 久了久之 手指就有點麻麻的感覺 那它也就是鎖住這個血液 會充沛在我們的鷹精 然後就會變比較硬 也比較慢會軟掉 時間延長然後硬度也會增加 年輕人用的很多嗎 還是中年人也有在用 有 每個年齡層都有興趣在用這個 材質 材質很重要 因為你一定要有一個 彈性塑膠的一個材質 你才比較好拿出來 聽說有人看我們的節目 去找你打那個什麼 海綿體注射是不是 沒錯沒錯 它來滿整第一次就說 我今天就是要打這個 海綿體陰莖注射 我們講就講PG-E-1的藥物 壯陽藥還要靠一點性聯想 跟性興奮對不對 對 但靠你剛剛講那個判 判快打了之後呢 它大概幾分鐘就可以勃起了 我們要再次強調 只要注射下去必定會勃起 不管你前面站的是任何人嗎 應該是 是老闆也一樣 因為它是被動的讓它充血啊 一定會硬的啦 沒可能沒硬的 即便是男生站在前面 站在前面也是會硬 對對對 其實速度變慢 對大部分的男生來講 就很有效了 你就可以先暫停 30秒到60秒 同時憋一口氣 對 憋著 因為它可以增加 腹膠感神經的興奮 那同時可以抑制性刺激 這個就是我們馬拉松裡面的配數啊 不是嗎 沒錯沒錯 前面配數5分鐘 後面可以配數8分鐘 對 然後後面的話再加碼衝刺 沒錯 你就是一下加速一下減速 一下加速一下減速 我相信應該就可以拉長一點時間 哈囉大家好 我是詩瑋 歡迎收看詩婉愛健康的節目 歡迎大家呢 動動手指頭 趕快訂閱兩星密碼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以及開啟小鈴鐺 每個禮拜一三五晚上十點鐘 我們都有精彩的密尿科影片 今天在節目當中 我們邀請到的是 港督密尿科女神 來歡迎的是李湘瑩醫師 李醫師你好 四位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呢 要跟大家來聊的是成人級的話題了 在你的門診當中有 常常有病人在找你去 要解決早洩的困擾嗎 有啊 因為很多病人 其實年紀越大 越有這樣的困擾 然後他會覺得 常常力不從心 也很怕就是沒有辦法 滿足他的另外一半 所以就會來來諮詢看有沒有什麼 就是我們可以幫助他的一個方法 這樣子 那來請李湘瑩醫師教大家了 男生最感興趣的就是 如何有效延長愛愛的時間 對 那我們今天教大家的方法很棒喔 都是不用吃藥的 對對對 先用從簡單的方式治療期 好 那我們請李湘瑩醫師 第一個先跟我們講的一個方法是 靠呼吸嗎 還是靠暫停 對 就是適當的解慢一下你的速度 也就是很多 很多男生剛開始很興奮的時候 可能就會很快速的去 抽拉的一個動作嘛 對 然後當他快情緒快上來興奮 快射精的時候 但是時間只有一兩分鐘 他怎麼延長呢 就是要適度的緩慢他的動作 其實速度變慢 對大部分的男生來講 就很有效了 那如果呢 還是不行呢 你就可以先休息的 先暫停 30秒到60秒 同時憋一口氣 對 憋著 因為他可以增加 腹膠感神經的興奮 那同時可以抑制性刺激 那等他整個壓制下來之後 再開始你的 加速你的速度 就可以延長這樣的一個射精的時間 這個就是我們馬拉松裡面的配速啊 不是嗎 沒錯沒錯 前面配速5分鐘 後面可以配速8分鐘 然後後面的話再加碼衝刺 沒錯 你就是一下加速一下減速 一下加速一下減速 我相信應該就可以拉長一點時間了 你不錯耶 你也有跑步喔對不對 所以才會招有配速這件事情 對對對 好另外一個方法呢 也要來教大家是呢 李箱瑩醫師說 啊 偶爾喔 讓男生也喘一下啦 對對對 其實呢有些 其實我們在心愛的過程當中 你如果 維持同一個姿勢 其實也容易很容易 因為一個姿勢就很快就會射精出來 所以你可以藉由變換不同的姿勢 或讓男生肌肉比較放鬆的姿勢的話 也可以延長這個射精的時間 比如說 側臥室 或者是女生在上面的姿勢 或是女生坐在上面的姿勢 因為大部分都是女生在動 男生是屬於肌肉放鬆的狀態 那這時候就可以延長他興奮的一個時間 換夫人來伺候老爺 對對對 類似這樣的一個道理 欸那個 我剛剛就好奇怪 我想說到底什麼是側臥室 側臥室是女生側塔 然後像蝦子這樣子是不是 對對對 那男生是從後面 從後面往前這樣子 欸這也是 男生可以環抱著女生 這樣也會有一些安全感 跟愛護的一個動作這樣子 OK好 而且重點是兩個人都平躺在床上 這樣對 同時很舒服的享受 對 欸這也是一個方式啦 不然那個 永遠都是男上女下這種什麼 他們叫什麼 聖什麼 船教士 船教士的話 排骨便當每天吃也會膩 而換一下雞腿便當的意思 是沒錯 變換姿勢也是一個方式 那另外呢 也有人說 這個其實叫做二次性交 我覺得二次性交跟先打手槍 在愛是一樣的意思是不是 類似 先射出來 那射完之後等陰莖軟掉之後 休息一下 然後再營造那個興奮的一個情緒 跟環境之後的第二次的性交 可以更拉長他的一個性愛的一個時間 這個方法在臨床上是有用的嗎 可以啊可以啊 那基本上每個男生 可是還是要看男生的一個體力啦 還有技巧 有的男生可能已經沒有什麼體力 搞不好也沒有辦法 要需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夠二次性交 所以還是要看斟酌 或看男生的體力 然後臨床上可能是15分鐘到幾小時不等 就可以讓那個男生 能夠有再次性交的一個機會這樣子 如果你有好的體力 有年輕的體力的話 那這真是比較有可能 就是一夜兩次啦 但是超過兩次以上也可以 好所以這也是一個方式 先輕腔再上陣 或先DIY再上陣 或者是呢 第一次快速一點 第二次就是快慢一點 享受 對 聽說最近這個東西呢還蠻夯的 叫做鷹精環 鷹精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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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可以叫鷹精環 那它怎麼用啊 我還不曉得 它其實就是在 鷹精在軟掉的時候先套好 然後套好等它勃起之後呢 你就把它想像很像 我們手指套那個橡皮筋 然後泡酒之後它是不是會充血 它就不會很快的回去 那久而久之那個手指就有點麻麻的感覺 然後血 又可以充血在我們的手指頭上 那它也就是能夠鎖住這個血液 充沛在我們的鷹精 然後就會變比較硬 也比較慢會軟掉這樣子 所以硬度會增加 對 時間也會增加 對 時間延長然後硬度也會增加 欸這現在年輕人用的很多嗎 還是中年人也有在用 還是中年人也有在用 有其實每個年齡層都有興趣在用這個 好 但是欸用的時候呢 李湘怡醫師阿剛剛跟我講說 材質材質 材質很重要 為什麼什麼材質很重要 因為你一定要有一個 彈性塑膠的一個材質 你才比較好拿出來 因為如果你像我之前有聽過有人 甚至用戒指 或是那種鋼的鋼環硬的 欸不鏽鋼的咧 對對對 你硬的話你拿不下來 那就慘了 那你鷹精就會整個充血沒辦法回去 然後你也拿不出來 你最後只能出動那個壓力淺 才能剪斷 就很慘了 欸笑很多人也有耶啦 小房間 對對對那就很慘了 那可能就要把雞雞剁掉了 所以要像螢幕上這種有塑膠 有塑膠的有彈性的 是比較好的 對 欸常常用會不會有什麼問題啊 不會其實你如果適當的使用 然後能拿得出來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OK好 所以呢以上這幾種呢 都是屬於不用吃藥 不用吃藥的延長射精的方式 大家可以試試看 哈哈哈 你的門診病人當中有沒有人回饋 什麼樣的方法最有用啊 其實如果說以比較健康的 或是比較年輕的男性 其實只要速度減慢 變換姿勢大部分都可以延長了 喔好 但如果呢這樣的方式呢 以上我們講的這些不吃藥方式 你都沒有辦法改善的話 可能就要考慮去看個醫生 對對對 還是要去排除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 喔好 我們以上呢非常謝謝李湘瑩醫師 謝謝 謝謝 聽說有人看過我們的節目 去找你打那個什麼 海綿體注射 沒錯沒錯 他第一次 蓝蓝蓝蓝蓝蓝 第一次就說我今天就是要打這個 哈哈 那個全名叫做海綿體陰莖注射嗎 那個叫做我們講 就講PG-E1的藥物這樣子 喔好 所以那個注射的話 我們要再跟大家強調一次 因為呢 你吃壯陽藥還要靠一點性聯想 跟性興奮對不對 沒錯 但靠你剛剛講那個方式是不管 很快 他去打了之後呢 他大概幾分鐘就可以勃起了 而且我們其實大家都還是會把針拿回去自己打 所以你在打個之前一定要先消毒 然後把毛剃掉 這樣比較會減少感染的可能性這樣子 喔 還要把毛剃掉啊 因為怕感染 毛囊 因為有針孔嘛 對 因為有毛囊 所以這個麻煩請大家 如果真的想要做這個海綿體注射的話 請記得一定要找醫師先掛號看診 對 但是醫師 我們要再次強調 這個東西只要注射下去 必定會勃起 不管你前面站的是任何人嗎 應該是 是老闆也一樣 因為他是被動的讓他沖血啊 嗯 對 一定會定的啦 不確定不定的 即便是男生 你即便是男生是什麼 站在前面 對 也是會硬 好 以上跟大家分享 謝謝李商銀醫師謝謝 拜拜 太陽星全校科貝爾益生菌 在中天快點夠熱賣中